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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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驚險 本身我也怕他罵我 有一次他跟我一起 我一聽WeChat 我一按出來 就聽到蕭政嵐說 那你求婚的拍檔是不是真的 然後他坐在旁邊 我馬上呆了 我也呆了 你怎麼會 我們這些男人的說話 你怎麼會亂播出來 我沒想到你會說這些 因為那一節是演唱會的事情 是啊 我意識不到你會說這些 不緊要了 他又沒有說話 所以他今天有來 已經答應了一半 你的信心已經大很多 不過其實很鬼祟 因為我們彩排時他有來 我們又不可以聽這首歌 我們踩台的時候他又有來 我們又不可以聽這首歌 我們也不可以聽這首歌 我們一兩次 然後就真的做show的時候就唱 我回到studio 電話 全部都是天天都在填 在填歌詞 其實我很辛苦 糟了 就來做show 歌詞還未填完 我自己覺得未滿意 但又怕被他看到 幸好在今天下午 真的完全100%填完 然後就送了一首歌給他 他經常說我沒有寫歌給他 我就希望他喜歡這首歌 幸好他彩排的時候 聽不到你唱 是啊 他聽到我唱之後又怎樣 因為你那些走音位 是很難學的 他還愛我 知道嗎 不是 他在rehearsal的時候 一唱那些走音位 我就聽到 哇 但其實我覺得已經不是問題 那一刻已經 你知道什麼叫真愛嗎 知道 不是 其實你整個show都是 你唱成怎樣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所以我從來沒有練歌 需要找歌詞老師嗎 我剛剛想踢過命 真愛又如何 是啊 你是我最精彩的旋律 是本人的第一首歌 厲害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這麼快就完結 好像唱了兩首歌就完結 你真的唱兩首歌 我打我們出來 我覺得 如果覺得很快的話 起碼就比較精彩 因為你覺得不夠後才 不夠後 你知道我的Live 八個小時 五個小時 這裡就兩個多小時 應該大家都不夠後 這樣走是最好的 就像Albert說的 越唱越捨得 又唱了一節 又去到沒有 倒數了 但是很感謝今天 在場所有的 其實剛才都是全屋 虎口署 是虎口署 全屋最高的都有人 是 是嗎 紅館 紅磡的館 哪一間 水族 好吧 好啊 看完份 看完份 因為坦白說 沒有任何自己的歌 一推出市面上 就已經有人買票支持 我覺得 這是一個完全是我們叫 嘗水溫 是 真的想不到大家都這麼支持 多謝 謝謝 各位觀眾 我們的嘉賓 S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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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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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 有 黃春宇 Spy Spy Hello 大家好 你們介紹嘉賓 可不可以給他一點氣勢 可以給他 黃春宇 你先 那我 你休息吧 這幾年 你休息吧 這幾年 我休息這個送 立刻做不到 我們給你掌聲 陳智耀小姐 謝謝 謝謝 我不過一句 今天真的是 三兩位朋友大家好 哇 三位朋友聽到都看不到 還有 蓮詩雅小姐 哈囉 然後有 是 蕭王翠元 謝謝 簡直是整晚的高潮 很好 很好 哈哈 最好是你老婆 哈哈 她肯唱 不是 祝賀應該不是 唱歌來說 她經常都唱歌 她經常都唱歌 Yo和我太太 真的是第一次 她都很努力去練歌 這是我很感冒的 她真的有練 她真的有練 她捉著我練 最初是 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越唱就越知道 其實我們有一次 特意六個人齊集在她家 我們練歌 選歌 整個過程中 蕭太選了很多 但我們最後都被禁止 因為她最有信心 就是唱 A whole new world 我們聽出來 真的喜歡這首 其實這首歌不容易唱 她選了這麼高難度 我叫她選 紫恩喜歡你 很簡單 紫恩喜歡你 整首歌都唱五個字 她說不是這首歌我最有信心的 可以唱這首 那我見到今後成 我就陪她一起唱這首 有聚會 她都會叫我 她的孫女結婚 她都有請我喝 她獲香港政府頒金 紫荊分章 她都有叫我去 我覺得我真的很幸福 很幸運 作為一個在香港做音樂的人 能夠得到揮歌 那麼愛 就是 我想拿一件事給大家看 在六年前 我自己有自己的錄音室 我自己有自己的studio 輝哥送了這個人給我 一聲音樂 她寫著 怎麼做 努力加油 顧得輕輕 我希望這條動力 有一輩子 帶著她和我的音樂路 在上年的12月20日 我最後一次跟輝哥通電話 因為其實輝哥的女婿一直在香港 我們有接著聯絡 我就透過她的女婿 因為輝哥不WhatsApp 我三年已經沒有見過輝哥 因為疫情 就靠她的女婿在香港 她的女婿說 Harry 你開秀 我一定要買票來支持你 我有一天就是12月20日 我約了她的女婿出去吃了午餐 然後她就打給輝哥 我們打了一場電話 我跟輝哥談了三、四分鐘 輝哥很記得我 Harry 很久沒見了 我說輝哥 我二月會來加拿大 到時候我來探望你 好啊 她說 她很精神的發聲 非常精神 我完全感覺不到她會有病 我不知道她突然間… 接著就是… 收到幾天前 輝哥離開了 其實每天我採拍完 回到studio 我都定不順 今天我很想借她一個機會 我們一起送一首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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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是呀 因為其實輝哥一走了那一天 我就立刻跟導演說我想加一首歌送給輝哥 因為輝哥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第一 他是我從小到大學音樂的教材 雖然我當時還沒認識 我是狂研究他的歌而學音樂 他的作曲編曲我沒有讀過 然後他頒獎給我 我跟他一起做過評判 然後我們經常吃飯 喝咖啡 他每次回來 我12月20日還跟他說過最後一次唱電話 他還很精神 突然之間幾天前就收到這個消息 最初我也以為是假的 後來證實了是真的 我立刻很想 其實我這一部分 我彩排四次 我四次都失控了 我是完全唱不到彩排 剛才算是不是最差的 我完全講不到話 我是很辛苦 我將我和輝哥的影片 其實這幾天我每次坐牌 回到書裡做什麼 我就是找相片 因為我和輝哥很多相片 很多影片 我看舊電腦和硬碟 全部找到相片出來 就讓導演想做一個對輝哥的相片 其實我很想念他 我本來打算2月去加拿大探討他 我跟他說了 不過我現在仍然會去探討他 輝哥一定是電腦級 我們小時候電視攪拌飯 那些電視劇的畫面都出來了 另外我學結他的時候 有時候彈的歌 為何彈不到 原來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轉了音樂 但轉得來又很順 順得來又不行 那裏當中也學過很多東西 剛才五三天堂說 我和他寫那首新歌 即是今天唱那首歌 其實當中也有轉調 正正在輝哥的歌上學回來 剛才也有說 小時候聽他的歌長大 還有有些環境 見到輝哥的時候 見到他的人是很慷慕 很謙虛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學的 他已經是大師級 每個人見到他都是小皮毛 但他也很有禮貌的對待 這是值得學的